作曲 李宗盛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花族 绽放伴世的光束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献起笔雾 留下无悔的祈宿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花族 绽放伴世的光束 绽放伴世的光束 其实朕早就知晓了 李氏兄妹的真实身份 他们根本就不是兄妹 朕也早就知道 你被他们二人所破 当了他们的耳目 原来皇上早就知道了 你还记得那日太皇太后出宫 去探敖拜吧 记得 那敖拜的疯病越发地严重了 居然连奴才都不认得了 还把他喝的那个 那碗汤药 泼了奴才一脸一身呢 那东西 敖拜根本就没有疯 连你也被他给骗了 敖拜没疯 那 那难道敖拜是在装疯吗 不错 你所种的大补丸之毒 必须每个月都服用一次解药 但是自从敖拜装疯以后 你便再也没有找过他拿过解药 这个世上 除了敖拜 只有李太医能够解此毒 所以敖拜早就明白 你已经转头了李氏兄妹二人 那日 他特意泼了你一点药汁 把你支开 好单独向太皇太后奏命 以免你泄露给李氏兄妹二人 皇上 敖拜虽曾祸故殃民 但是他没有真的疯 也算是我大清之福了 那 那奴才 那奴才也就死而无憾了 虽然朕早已知晓了真相 但是你肯向朕自首 并出手李氏兄妹 可见你的心中还是有朕的 看在你这一点忠心 把侍奉了皇室几十年的份上 朕便饶了你这条狗命 多谢皇上恩典 多谢皇上恩典 你先暂且不动声色 配合朕将李氏兄妹 及其背后的反党一网打尽 事成之后 朕自会让敖拜交出大不完的解药 免了你日后的后果之忧 谢皇上 起来吧 别让李欢给发现了 这 什么 老百庄方 阴下形势非常危急 不仅我跟李欢的身份暴露了 就连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的事情 也肯定暴露了 康熙只是不想打草惊蛇 蔡壮总不知道 哎呀 这这这 哎呀 哎呀 我 我就说过我这条命早晚会搭在你们手上 哎呀 叔父不必如此沮丧 我早就说过 绝对不会连累叔父 哎 好在义父 不想让朱鸣联盟的人 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弟弟 所以 叔父的真实身份 就只有义父 我 义欢知道 眼下 我们就要撤离紫禁城了 也不能抛下你不管 这样吧 叔父 你跟我们一块撤吧 我 跟你们 哎呀 我才不想跟你们去干那种沙头灭族的勾当呢 我在这宫中都已经三十年了 都已经习惯了 我到外面没法生活呀 既然叔父不愿意离开紫禁城 那我也不勉强你 不过 康熙已经知道了 你在暗中帮助我们传递消息 叔父接下来在宫里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这样吧 我给叔父纸条生路 生路 什么生路 你马上去向康熙自首 举报我们 你是让我 举报你们 虽然康熙 是我们的敌人 但他能不杀敖拜 不杀雪衣居士 饶恕清城 说明他胸怀博大 能容人之所不容 只要你去举报我们 让他明白 你对大清 还有一份骑马的忠诚 不过是受我们的胁迫 暗中帮我们传递一点消息 他应该 能够饶你一命 这也算是我这个职子 对叔父的一点交代吧 我去举报你们 静静 我真是没想到 在这种生死关头 你没有顾着自己去逃命 也没有逼着我 去跟你们一起浪迹天涯 而是让我去举报你们 保护我自己 看来 我这个叔父 在你心里 还真是被当成一个亲人了 那是自然 我若连人伦亲情都不顾 与亲授何意 将来 还有何脸面 去跟康熙争这个天下 倒东西 看看这个 皇上 这 这 这画的不是奴才吗 你再看看画像旁边的小字 李定国 李 李 李定国 皇上 他 他不是 他不是朝廷一直通缉的 乱打的头目吗 是 朝廷通缉的反党头目 和你李德福长得是一模一样 皇上 这 这 真是见了鬼了 皇上 奴才 奴才是个孤儿 少年就进了宫 在这宫中 三十余年来 从未踏出宫中半步 也没有跟宫外面的人 有任何联系 更不认识这个李定国 求皇上明鉴 太皇太后也说 你这几十年来在宫中甚是规矩 除了喜欢贪点小权 弄一些钱财 和外界的关系甚是干净 所以 你不可能与反党有瓜葛 你向朕自首 朕才会饶了你 行了 起来吧 谢皇上和太皇太后恩典 奴才 奴才感激替灵 老东宣 皇上果然如见倾所说 胸怀宽广 能容人之不能容 你 将来定是一太明君 奸青也是个大财 若他不是反党 能跟我一起辅佐皇上 那该有多好 四丫头 跑哪儿去了 大师兄 找到义欢了吗 还没有 你呢 没有 我把他所有挨去的地方 都找遍了 他会不会出宫了 不会 他如果出宫了 一定会告诉我的 一定还在紫禁城里 义欢喜欢吃 他会不会在御膳房 对 御膳房 还没有找过 我住就去 我们一起 李太医也在 真的太好了 也省得我再跑一趟太医院 单独请李太医来赴宴了 传皇上口语 念及李太医兄妹 还有丽妃娘娘 请拿平夕王派来的刺客有功 皇上特意在御花园设了一桌酒席 邀请李太医兄妹 还有丽妃娘娘 今天晚上共同赴宴赏约 亲子 好 我等奉旨 大胆 还不下跪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这儿 皇上说了 一定不能为难李太医 还有丽妃娘娘 你们几个都是大内顶尖的高手 一定要确保李太医 还有丽妃娘娘要准时赴宴 不得有半点差池 去吧 去吧 这天都黑了 大师兄和雪姐姐怎么还没赶到 该不会他们在宫里出什么事了吧 要不然我去看看吧 咱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啊 不行 你现在回宫里 岂不是自投罗网 自寻死路吗 要不这样吧 小师妹你留在这儿 我和叶师弟潜入宫里 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 那更不行了 你们对宫里的环境情况 什么都不了解 貌人闯入只会更危险 我这次回去 想当面跟康熙说清楚 我们虽然是明珠谷的人 但是我们没有做过 一件上天害理之事 我不相信龙小弟会是非不分 他会不顾及我们之前的旧情 小师妹 你刚刚说我疯了 我看现在你才是疯了 你以为康熙 还是以前那个 对你温柔体贴的龙小弟吗 小师妹 这次我赞同叶师弟的 我们是明珠谷的人 和蜻蜓势不两立 虽然你和大师兄 救过康熙的命 但 但凡涉及到蜻蜓的安危 他就不会 你 凡师姐 小师妹 你 凡姐姐 叶哥哥 对不起了 我刚刚在你们喝的水壶里 放了呆若木积伞 因为我知道 你们不会让我回去的 但是我心里早就想好了 我要回去接应学姐姐 跟朱哥哥 我要当面跟龙小弟说清楚 你们放心吧 两个时辰以后 你们就没事了 我得先走了 皇祖母 皇上已经派人 请诸慈萱和雪卿城 去玉花园赴宴了 看来皇上今夜 可能是要收网了 可是 这个李懿欢 却不见了 不是派人 去看住这李懿欢了吗 这个李懿欢 他诡计多端 轻功卓绝 又会易容 跟踪他的那些侍卫 不敢跟得太近 结果 就跟丢了 可是皇上明知道 李懿欢不见了 却不下令封闭城门 也不派人全城搜捕 会不会是皇上 要往开一面 故意放他离开了 不会 皇上没那么苦涂 皇上 还能沉得出气的 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李懷他们应该没有 觉察到已经暴露了 他不肯下令封城搜捕 是因为算准了这朱四宣 和雪卿城还在宫中 李懿必定不会独自出宫的 皇祖母分析的有道理 是戒身失言了 你呀 这就叫观心择乱了 你要对皇上有信心呢 他毕竟是咱们大清朝的天子啊 他分得清清重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李太医 不对 朕应该叫你朱家太子 今夜月色如何呀 这月色温柔如水 自是美不胜收 不过只可惜这月色背后 似乎引有沙气 未免有些傻风景 朱家太子入宫有一段时日了 还是第一次像今夜这般 与朕一同畅饮赏乐 正好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说说心里话 朱某乐意奉陪你 朕问你 在你的心中 朕是怎样的一位皇帝 皇上天纵英才 年少有为 历经图治 博学广实 更难得的是 胸怀宽广 能容常人之所不能容 虽然年纪轻轻 已将帝王之树 洗得炉火纯青 没想到朱家太子 对朕的评价这么高 不过朕相信 你说的都是实话 都是出自真心 发自肺腑 那你知道 在朕的心里 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朱某愿闻其想 你亦是天纵英才 年少有为 历经图治 博学广实 最重要的是 你胸怀宽广 你说这能容 常人之不能容 你却是能忍 常人之不能忍 你年纪轻轻啊 就已经具备了 为君者之才能格局 想不到 皇上对朱某的评价 如此之高 不过朱某也相信 皇上这话是发自真心 出自肺腑 不错 你我二人应该是 真心彼此欣赏 算得上是知己 来 你我知己二人 且同饮一杯吧 你以为哪些人 你应该是 你不认得 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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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应天意和时事 逆天不祥 逆事必败 不错 这帝王天子 实乃天命所归 但这时与命 岂有定数 皇上自幼博览群书 当之史上 从无异族人能久战中原 纵然蒙古铁骑 强占了大宋江山 建立了大元帝国 但大元帝国的统治 一直都是摇摇欲坠 纵然勉强支撑 也未能 撑过百年 大元帝国未能撑过百年 主要是败在元朝 数代皇帝都固步自封 不肯学习中原文化 一味地强权镇压 但是朕不一样 朕会遵孔孟 行儒术 大力推行满汉 乃至各民族融合 共谋发展 到时候 天下各民族都是一家 都是朕的臣民 我爱新绝罗氏 绝不会重蹈前缘的覆车 皇上雄心勃勃 朱某佩服 你我 本该是不共戴天之大敌 不过 我也忠心祝皇上 能够说到做到 来 朱某敬皇上一杯 皇上 难得你我还能坐在这里 把酒赏月 不如 朱某为皇上 以武助兴如何 好啊 好啊 朱家太子文武全残 朕已经见识过你的多项记忆 若是能再见识一下你的武技 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皇上 倾城自入宫以来 多蒙皇上照顾 倾城感激不尽 如今 分别在即 就让倾城为皇上第一次献武 也是最后一武 丽妃以武相阵告别 也算是有心了 龙小弟 朱哥哥 你们千万不要动手了 不管你们谁杀了谁 我都受不了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啊 二师傅 二师傅 这花枝跟柳枝也能当武器啊 那当然了 咱们中原武术博大精深 炼至最高境界 飞花摘叶 都可伤人 好 好 皇上 好 龙小弟 你没事吧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愿意舍身救灯 朱哥哥 你答应过我 你不会伤害龙小弟的 我并没有想要杀他 我以为你落在他的手里 所以在这花叶上下了毒 想让他受伤中毒 不得不放了你 那现在解药呢 只要他放我们平安离开 我自会交出解药 你没事 朕穿了你给的金蚕背心 一环 你之前去哪儿了 我们都快担心死你了 我之前出宫了一趟 遇到了樊姐姐我才知道 你们在宫里有危险 我这次回来 是跟你们同生共死的 大师兄 左额图不见了 一环 你不该回来的 康熙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我们逃不出去了 龙小弟 你真的要把我们全都杀了吗 太皇太后下了一旨 要将你们这些反党一方打击 好 我不求你放了我们 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杀了我 亲手杀了我 皇上 李公公 扶着他 扶着 扶着 别白费功夫了 你们逃不出去的 朱思萱 李宜欢 雪卿城 儿等已是隆中困兽 不要再负予顽抗了 若是你们肯归相于朕 朕保证既往不咎 皇上 还是让奴才 把这帮诸名联盟的余孽 全部拿下吧 退下 这儿 朱思萱 李宜欢 雪卿城 你们都听好了 你们虽然是乾明的余孽 但是你们屡次救了朕的姓 如果朕现在就杀了你们 你们一定会认为 朕是一个无情无义 残忍嗜杀的暴君 所以 朕决定给你们一个机会 龙小爹 你是说 你要放了我们吗 如果你们觉得朕是一个好皇帝 能够造福百姓 那朕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 辅佐朕 打造一个太平盛世 如果你们不愿意留下来 那朕也会放你们归去 玄业 今日你假作大度地放了我们 不过是想兵部血刃地 瓦解我们朱明联盟 然后再逐个剿灭我们 朱思萱 你不要曲解了朕的一番苦心 你若是执迷不悟的话 只怕是江山卫富身先死 你们要是不想留下 那朕可以放你们出宫 但是出了宫门 从今往后 你们就再也不是朕的朋友 而是我大清的敌人 玄业 今日你放了我 总有一天 你会后悔的 你不是说过吗 说朕胸怀宽广 能容常人之不能容吗 朕和你一样 恩怨分明 你们屡次救过朕的幸福 朕受了你们的恩惠 放你们出宫 也算是还了这份情意 朕胸怀宽 朕胸 李公公中了你的毒液病 把解药分他一份吧 不要滥伤无辜 朕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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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样奴才先试试 如果有效果的话 奴才就给您留着 朕没事 朕有金蚕备心 李德副 你刚刚肯挺身就朕 也不枉朕设了你两次大罪 奴才誓死效忠皇上 所托 奴才在 传朕旨意 放礼已婚 朱慈轩 雪卿城三人出宫 三日之内不得追捕 三日之后 他们就是朕的敌人 一经发现 立即捕杀 绝不留情 奴才遵旨 你们听到了吗 放他们出宫 现在 是走 是留 一会儿 跟我走 好吗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风 带他 都下去吧 就住了 是能过速 快点啊 啊 是能过速 皇上 你可是异国之君啊 为何至大清安危不顾啊 黄祖母 虽然并没有至大清那安危与不顾 你明明已经是放虎归山了 黄祖母 朱仁义 朱信南 朱思萱是一个难得的文武圈材 若是能为我大清所用 那将是我大清之福啊 他若是不臣服呢 那朕就拔了他的牙 捡了他的肘 一直没了牙和肘的老虎 也就不足为虑了 他是乾明的太子 只有收服了他 才能算真正地收服了人心 我爱新觉落时 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 朕是身毛远虑啊 皇祖母都不如你呀 这呆若木鸡散的药效 总算是过去了 !' 我好 na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衣裳的月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方雨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流红铁掌心情圈 天与地开在眉间 叹千秋万事怀眼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卷 回首一生 弄满满 天与地开在眉间 弹千秋万事怀眼 书记许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入梦 心前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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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